杜兰特暗粉詹姆斯言论惹争议,情商是真低,球迷,没资格评论老詹,北京时间6月11日,据雅普体育报道,勇士球员凯文杜兰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感觉当你的身边没有出色的队友时,你会很容易成为最好的球员,我认为当你身边的队友很棒时,你会很难突出自己,这一言论在美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, 大部分球迷都已经认为,杜兰特此言是安放詹姆斯,詹姆斯的伟大无庸置疑,但詹姆斯的队友更面临巨大的争议,很多人都认为勒布朗的队友太不给力,才使得詹姆斯在总决赛中连年失利,才使得老詹常规赛打满82场比赛,才使得季后赛场均上场时间40多分钟,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詹姆斯费队友,本来是很优秀的球员, 只要一和詹姆斯成为队友,不但实力下滑明显,更是输球的时候只能背锅,为此欧文毅然决然地离开其实就是证明,从杜兰特话中不难看出,他是认为詹姆斯的队友太废,才突出了他的伟大, 如果詹姆斯身边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,他也就不会获得如此成就,并不会如此耀眼,杜兰特真心情伤太低,在获得本赛季冠军后,和菲恩女友开的时候,还发言论背靠背冠军,某某们,来辱骂质疑他的人, 现在有在采访的时候暗讽詹姆斯,很多球迷都指出,杜兰特没有资格评论老詹,你也不是抱了大腿才获得了总冠军的,有本事自已回雷,听获得冠军再说,大家觉得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